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潜艇的割箱技术也在不断地提升 其中潜艇的结构强度越来越大 下潜深度越来越深 而且还能发射潜射投弹 不过反潜技术也没有一直停滞不前 世界上的主流反潜技术 已经从单纯的水面和水下反潜 变成了由空中反潜的立体反潜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 潜艇的生存条件会越来越恶劣 之所以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在反潜巡逻机的加入下 反潜的手段又多了一个 而这对于潜艇而言将更加危险 想要知道这个 就必须了解反潜巡逻机的工作原理 反潜巡逻机在飞行的过程中 会不断对任务海域进行监听 一旦发现有价值的目标 就会投放声纳浮标 这些声纳浮标都是被动声纳 所谓的被动声纳 就是不主动发出声波 而是被动接收潜艇的噪音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潜艇根本不知道反潜机的接近 就已经被一张天罗地网罩住了 同时一旦反潜机发现目标的大改区域 就会在这片区域滞留 要么投入深水炸弹 要么通知附近的反潜军舰 对于水下缓慢航行的潜艇 和水面上的反潜舰而言 反潜机的机动性能 可以说是十分好的 纵身到达数百海里的可疑海域 反潜巡逻机飞几个来回 就可以完成作业 而反潜舰和潜艇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就是现代潜艇 之所以会惧怕反潜巡逻机的原因 但这样的问题 似乎并不是无解的 许多人都提出了疑问 那就是潜艇到底能不能 打击天上飞的反潜巡逻机 因为就目前而言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哪种潜艇 都不具备发射防空导弹的能力 其实对于潜艇而言 防空导弹存在的意义并不大 反而还会害死潜艇 众所周知 在反潜任务中 潜艇在上辅后 被攻击的概率是最高的 但是